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符合我们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了 市场上也都这样认为 我前面做节目也说到过 美国加息速度应该是越来越快 一方面是考虑到中美对抗的问题 还有一方面也是它本身 对于美国它自身来说 也是超级泛滥的货币这种状态 不停的降息而且不停的QE 四轮QE降息降到0到负的0.25 0到0.25 那么这个也是历史上少见之低 所以他加息自己本身的周期来讲 也是要越来越快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面临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那我们这集说什么呢 就是说首先面临的压力会是哪一块 我们一直说到加息影响世光重大 因为美联储它我们也讲到定价权的问题 它是给世界上所有的资产应该说是有一个最终定价权的 就是价格上面来说 当然价值是相互比较来说的 对不对 你一栋房子跟一颗白菜的价值 它的差距就在那里 倍数差不多整体是稳定的 这中间会有波动 但是价格就看美联储是怎么样去发货币 以及怎么样去抬高或者降低利率了 那美联储的这个步伐给中国带来最大压力的 我觉得首先是中国的房地产 还有就是中国的基建 那么我觉得目前来说 以国内的政治跟经济形势来讲 最大的压力恐怕是中国的基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不是中国的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 这些金融市场呢 按理说金融市场它的波动应该说更敏锐 更强烈 包括外汇市场 我是这么看啊 它会有波动像这些金融市场 但是的话 它波动有政府会相互抵消嘛 那真正走出趋势性的 从量变到质变 这个过程恐怕是一两个行业会更加凸显出来 当然汇率肯定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因为央行马上跟进 但是它增加的是这个隔夜猜戒 这个五个BP 这个BP相当于是什么 万分之一 就是0.1% Basis Point 那个这个单位呢 就是万分之一的意思了 那中国只加了万分之五 那个这个比例是相当之小的 万分之五跟万分之25比 差了五倍的这个倍数 那么可以看来中国目前来说 在三月份这一次跟进美国的脚步 还是偏弱的 也就是说它没有真正的迈出加息的步伐 因为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利率的问题 中国从2015年来就没有真正的实行过加息 那些加息是假加息啊 比如说手套房的啊 这个新增的贷款啊 它是增加了 那么隔夜猜戒的只是现在现实这个情况是增加了 但是关键的部分 国民经济里面的这个国企部分 那么贷款领域的存量贷款啊 这两大块都是重头戏 但没并没有真正的迎来加息周期 那么这么看来还没有 但是没有的话 这个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以前一直不选择嘛 那么现在必须做出选择 一旦选择了 我觉得啊 目前基建就是最大的 为什么基建最大呢 我们前面说到房地产 这个股票市场的价格啊 当然有一些泡沫 但是相比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来说的话 它的泡沫还是偏低的 我们说到这个像茅台 或者说五粮业 或者说中国中车 中国平安 或者是这一系列的公司 有一些公司是有真实价值的 就我一直说的这个中国中车吧 还有包括这个中国茅台 你会不会想着 作为一名中华民族的子孙 买一瓶茅台回家孝敬爸妈 在朋友面前 如果出去请吃饭 你甚至买一箱 每次出去的时候就带上一两瓶 这样比较有面子呢 因为它是一种真正价值的体现啊 那这一块资产呢 应该说相对于房地产价格来说 它还是偏低的 还有中国还有大量的 这一些优质的资产 这是中国40年来最大的一个积累 那么他们的 他们的价格相比房地产来说 还是偏低估的 我们看北上广盛的这个价格偏高了 好 那么这个价格是偏高了 但是我们注意到 还有一个就是政治环境的影响 大家一直知道我不想说 但是确实涉及到这里 那么就是现在的新一届领导 之前当然很多问题都已经确定了 比如说老大是谁 这个已经是知道的 肯定是这一位 对不对 但是呢 老二老三呢 老二是哪一位呢 那现在确定了 Mr.王嘛 对不对 老王同学 那么老王同学 他是很愿意做事情的 我们前面也说到这个问题 那么他肯定会从什么呢 从比较能够调整 而且最急需调整的地方去下手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吧 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感觉的这个气氛来讲 他是不怕得罪人的 因为过去五年的防腐败来看的话 只要觉得这个有一定的正义性 他就去操作了 在五年前的时候 如果说你先从房地产跟金融领域去改革 我们前面说到的是不可以的 因为金融跟房地产 他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很多人他买房子 他是正规的 他是计算来的 他是震荡炒房来的 一切的手续都是合理合法 你不能说合理 至少是合法的 那么这个过程你没有办法去说别人 而且整个大城市 一二线城市 确实是缺房子 缺房子 你让别人都合租 这个是资源紧缺的情况 是社会的真实需求 但是腐败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他容易从这里切入 所以我们也说了 为什么可能不下台 他有一个 这一个更大的背景 我没有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 我只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说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最关键最核心的是 基建应该急速的停止 不光是房地产领域 因为房地产现在的话 你要说他不是市场化吗 他其实比基建肯定市场化得多得多 他当然跟这个其他的领域 跟你菜市场买菜 两家相互比价钱 那肯定差很多 对不对 那你卖三块 我卖两块八 对不对 但是这个你跟基建比起来 基建它是什么情况 地方政府的一把手说 建 这条桥 十亿给我建过去 跨长江的给我建过去 跨黄河的给我建过去 跨海大桥给我建过去 给我修一条高铁1000公里的 那么这个花费是相当之巨大的 但是整个大陆地区所有的劳力加起来 它的总能量是有限的 你这边支撑了 那边就减弱了 还有很多嗷嗷待哺的孩子 还有很多医疗并没有跟进 对不对 还有很多公共的服务都急需去解决 比如说环境保护 这几年大家越来越重视的 生命健康对这方面的追求 这也都是大家急需的 但是如果你都集中在少数领导 升迁这一块 基建这一块 特别是基建它是 这个叫什么呢 经济学上的边际效应递减 你吃第一个包子 第二个包子的时候 在你很饿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解饿 这个好吃 这个包子是 就是天津正宗的狗不敌 但是你吃到第六个第七个 你会觉得这个包子是死做的 你越吃越觉得恶心 你吃到第七个的时候 你就吐出来了 你甚至把前面的都吐出来了 就是边际效应递减 你见到后面 它的效益就很低 就是中国的每投资一块钱 所能取得的回报 一直在下降 一直在下降 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 你投进的钱 远不足你的回报 甚至变成一个富的 比如说形象工程 对不对 那么这些呢 因为领导层 他具有相当的权威 那么他又觉得 这个是低效的 那么他可能会从这一块 迅速的下手 所以我觉得的话 从这个角度讲 会有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 一些建材 它的这个价格 肯定会受到剧烈的波动 就是如果基建受到影响的话 很多建材就会卖不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前面说到 做空中国房地产 很多观众朋友说 没有工具 真的没有工具吗 我只是不愿意说 对不对 我也不想说 我一说了就 因为我说了 做高杠杆事情 你就容易得罪别人 而且你容易犯错 而且什么呢 你不管怎么做 他一定是个错 对于少部分 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有一部分的利益受损 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获益 那当时我说呢 这个工具肯定是存在的 还有第二个 就是大量的 这个带来的影响 大量的中低端的劳动力 特别是偏体力劳动的 可能工作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为基建嘛 那这个会引发 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应该就是过渡到房地产领域 因为基建减少了 这个当然原因也是可能 从债务控制的这个角度来讲 因为美国在加息 这个货币是收紧的状态 地方政府不再 不太能够再继续花钱 因为Mr. Wang 他是很懂经济的 在中国高官里面 最高阶的官员里面 能够像他那样懂经济的 应该非常之少 凤毛铃角 应该说可能就仅有他一人 那么具有国际前章 具有国际视野的 应该可能也就他一人 就在经济这一块上面 当然如果说军事 其他的也许有其他的专家 其他的高官更懂一点 但这一块他应该很清楚 什么应该首先砍掉 让他去追求一个效率 那这样的话 可能社会问题会带来 但是这个恐怕必须得去进行 那么第三个问题 可能就是我们前面也说到了 就是一线的房地产价格 恐怕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内 会再跌去百分之十 因为我们说到这个问题 就是下一次加 就中国的真正迎来加息周期 现在只是打一个 做一个预乐的这个效果 真正加息周期 应该2018年就会出现第一次加息 那三月份这一次没有加 那可能是在六月份或者九月份 我偏向于选择九月份 因为九月份 那么加了之后 年底就再剩一次美联储加息 就是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再结束就开年了 就到了2019年了 那九月份 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那我前面也说到一个观点 就是你不真正加息 你一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你必须要去相应的提升国内的效率 或者说你的壮事断望 你得拿出你的自己的一个东西出来交易 我们前面这16年17年 已经拿出了很多的这个改革配套 或者说利益调整来去凝聚这个社会效率 这个效率 比如说让还有包括维护人民币啊 比如说让万达呀 富星啊 像这个海航啊 这些公司 让他们把海外的钱汇回来 那还有比如说 这个把国内的贪官啊 搞一批 让有一些这个吃喝玩乐效率太低 形象工程这些 稍微压一压 这也是 那还有就是包括这个新增贷款的 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来个假加息 那这些步骤都做完了 下一次你还得拿出一个东西 来提升这个社会的效率 你得把社会的一部分资源腾出来 去解决另一部分低效率的问题啊 这个保证社会效率才是真正维护人民币的关键所在 那么我就觉得是极限 然后就是紧接着就是房地产 股票市场有没有高估 刚才说的有一点 但是情况并不是特别严重 甚至反而啊这个国际市场啊这个名胜啊 说要把中国的这个指数归类啊 然后要新增很多指数 然后这个草卖可能很多外资还会 甚至会反向流进来 因为人民币现在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比较敏感 有一些很想流出去产业资本啊 正在找渠道 那有一些草卖的资本 他却想流进来啊 去寻找中国最具价值的最后一块肥肉 那么我说教廷基建这个事情 或者说相当程度教廷有一个什么论据呢 其实在几个月前啊 大概两三个月前吧 我做节目说了这个包头停建地铁的事情 其实它是一个征兆 但真正大范围教廷恐怕是在最近三个月啊 或者是六个月之内 它会更多的把这一部分的金融资源腾出来 不能让地方政府再负债 那么到了六月份的时候 如果中国不跟进加息 你又得拿出自己啊 去转移腾挪去提升效率的办法了 那怎么办呢 把房地产的这个金融资源释放出来 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这个呃 新增存量贷款利率 又大幅提升了 当然如果它增加息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如果它不增加息 你一定要拿出方案来 一定会有一部分人 在承受这个社会最痛苦的部分 对不对 那大部分人可能 这个你之前贷款买罚呢 觉得没有什么加息 但到了九月份的时候 你就得 我估计就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就你一个一个手段都耗尽 最后你就只能跟进美国的加息 那么这么耗法有好处有坏处吗 我觉得好处是在于 我们前面的那种说法就是 我再熬一年 我再熬一年 我再熬三年 我再熬十年 三年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 这是什么 就是我再熬十年 我是不是比美国更强 或者说 不能说更强啊 更强十年二十年 看来的不太可能 就是我再熬十年 是不是能够更加的有资本 去跟他分庭抗理啊 就是这样的 那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那这样 我先把问题压抑啊 然后把自己长得更大个儿一点 至少可以吓唬他一下 纸老虎嘛 对不对 那坏处当然就是 你本身就是纸老虎 你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你的这个购买力 实际上是虚盼啊 容易受到别人的金融攻击 容易自己的这个发展成果 被别人转移走啊 你发展起来被别人运走了 好的 那么这集内容 差不多就说到这里啊 主要是说到 这个美联储的第六次加息 中国应该付出什么样的 相应代价呢 那么当然这个拆借的 这个利率要增加一点点 但是还是一个假加息的状况 但是相应的 你得付出其他的代价 假加息嘛 嗯 那么可能基建方面 就是要去落实的 那么首先会从哪里呢 可能就是形象工程 估计就彻底 完全没戏歇菜了 那么国营企业的一些 虚盼的投资 也不会再有机会啊 上马了 那么还有一些高速公路啊 高速铁路 不该修的 恐怕除非是极具战略意义的 或者说他确实有一定效益的 就差临门一脚的 或者是已经在修 修的七七八八的 那这些可能会进行 但是那些刚立项的啊 正在刚刚开始执行的 效率不高的 这些可能在未来三五个月里面 会扛的很快 那么如果你有做基建的朋友 你就要注意了啊 你要赶紧把钱收回来 这个要不然地方政府欠你的钱 你估计最后是要不回来的 那么其他方面呢 这个未来的预测就是 九月份可能真正是迎来中国的加息 因为剩下的步子不多了 能再跟进的事情 能做这个假动作的事情不多了 只能是真实的去跟进这个事情 好的 那么这一集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